格仔兵團與藍白兵團四強相約,一切回到開始,他們重逢。 他們彼此本身沒有任何關係,但就在冥冥之中互相見證過奇跡的誕生。 這不是偶然的話,那就是上帝給他們的劇本。 距離足球界最高舞台最後一關,上一輩兩隊對碰的經典就曾出現過黃金左的蘇家對戰神巴迪斯圖達, 現在維護國家榮耀的責任就落在後背身上。 兩位金球長得主摩迪同志和球王的相約,同樣已經取下了球壇的大滿冠,但不變的是他們對國家的執著。 在這個四強對決開始之前,或者我可以帶大家看看摩迪、美斯、哈羅地亞和阿根廷到底有多少命運當中的巧合。 大家好,我是Ryan,體驗了嗎? 我不是說世界盃,我是說我的影片。 對呀,我又抱頭了。 只剩下幾天準備來說,普遍我不會冒險,但這篇我決定用直覺寫一下。 四強大戰,阿根廷和哈羅地亞,他們的國家都經歷過一些艱難的時刻。 1976年至1983年期間,阿根廷曾經出現內戰。 9000到3萬名的阿根廷人在這期間消失。 1991年,哈羅地亞獨立戰爭,超過2萬人喪生淪為難民。 他們都不是一些風衣足食的民族,但亦都因為這些窮困、痛苦的過程,令他們明白到球以前的對徽到底有多得來不易。 他們形式上能夠踢出漂亮華麗的足球,但最強的始終都是他們內在的鬥志和團結。 這個亦都是足球最重要的元素。 1991年,哈羅地亞宣布獨立。1998年,他們首次亮相世界盃的舞台。 不太初歌的初歌,不太豪華的陣容。 雖然在1996年歐洲國家盃成功出線,交出了兩眼的成績,但世界盃和歐洲國家盃是自然不同的。 而隊長兼英雄的波班和皇馬射手蘇加,他們就合力去演繹出哈羅地亞的精神。 當年他們的分組賽對手正包括今年淘汰賽的兩位對手, 日本和阿根廷。哈羅地亞和阿根廷在第三場相遇。 在身份上當時已經非常之懸殊。 普遍人都會認為,在那一屆世界盃,阿根廷是當屆的真標球隊, 而格制兵團只能見步行步。 但這種處境下,或者更加適合哈羅地亞, 他們本來就是從沒有到有的球隊,才不會懼怕什麼傳統強隊。 在戰爭中,他們從來都沒有低頭。 球場中,他們又怎會低頭呢? 不是傳統強隊,但他們並沒有鬆懈, 即使在5-5球時都繼續選擇硬碰, 一直主動發動攻勢展現了他們的勇氣。 這樣反而逼到阿根廷陷入困局。 最終阿根廷只能夠在這場比賽中緊勝一球。 但克羅地亞就比他們走得更加之軟。 阿根廷在8強面對荷蘭止捕, 相反克羅地亞越戰越勇, 接連打敗黑劫帶領的羅馬尼亞和報復了歐國盃淘汰他們的德國。 最終首次參賽就拿到貴軍, 蘇加更加成為了當屆世界盃的神射手。 在克羅地亞首次的夢想之旅中, 原來阿根廷一早就已經參與過了。 你們知道美斯和摩迪的第一次相遇是什麼時候嗎? 將時間推到大概8年後, 2006年3月1日一場不起眼的友誼賽 原來已經是球壇未來對決的開始。 有時候不經不覺間,未來就是現在。 這是摩迪和球王的首次對決。 不是,那時候應該是精靈和小跳組的相遇起點。 而且比賽也記錄著他們重要的第一次。 當時他們的地位可以說是非常軟舌。 比起摩迪年輕兩歲的美斯組 已經是萬千寵愛了一生。 新馬勒當納、朗拿典奴奴的接班人。 球壇中萬眾觸目的存在, 利用招牌的推大位射遠處, 拿到了他國際賽難以忘懷的第一個入球, 打開了國家隊的入球帳戶。 美斯大概就是天生球場上的主角。 但唯獨當時有一個剛剛夠21歲的小朋友。 他並不懼怕阿根廷的新球王。 秀麗的金髮堅毅的表情。 見識過地獄般的波斯尼亞聯賽。 巴爾江古魯夫什麼都不害怕阿。 個子細細粒,但比起其他人都更拼命。 這個世界我從來都不怕天分比我高的人。 怕的就是天分比我高, 還比我勤力的人。 而首次代表國家隊上陣的摩迪正正就是這一種人。 他沒有美斯單槍匹馬薩入敵陣的超能力, 但摩迪就顯露出超乎想像的成熟。 一己之力串連球隊的進攻多次挑戰美斯, 最終克羅地亞以3比2打敗阿根廷。 一位在這場拿到他國際賽的首個入球, 一位在國家隊中首次上陣。 這是兩個人的首次相遇。 而後來的法子, 或者都好像這場比賽一樣。 美斯憑著天分和巴塞的培養客一馬當線, 很快就已經兌換了自己的天分, 成為了球王, 帶領巴塞隆拿的孟三四隊和MSN 奪得了歐聯冠軍金球長最佳球員, 甚至乎帶領過阿根廷殺入世界杯決賽, 已經是世界上公認最出色的球員。 而摩迪的路途就崎嶇得多, 但這樣亦都令他看得更加之多。 在一次他經歷過英超最鼎盛的時候, 感受過當中的速度感、力量、熱情, 令他學會了怎樣在球場上利用技術和大佬生存, 在最困難的聯賽中打出名堂, 令他吸引到王家馬得利的注意, 不過這樣並沒有令他的處境變得更加容易, 甚至在第一年被人灌上最大水貨的污名, 但他只能夠無視身邊的閒言閒語, 集中、冷靜、沉著地繼續默默地支撐銀河艦隊, 他沒有神的能力,但就追逐著神的成就。 最終與卓奧斯卡斯美路組成KCM, 雖然走得迂迴, 但終究與美斯共享著一個舞台, 代表著不同球隊有著不同的踢法, 但他們的身上總是散發著不同的味道。 他們的那種味道並不像斯朗拿到蘇瓦雷斯一樣的殺手觸覺, 但他們在節奏上的把控技術的勢力, 反而更加像是他們得天獨有的靈氣, 精靈變成大師,小跳組變成球王, 當日各自為打破紀錄高興的小火子, 北京北角間已經站上了足球界的最高峰。 2018年距離他們的相遇已經有12年, 阿根廷仍然是永遠的世界杯熱門, 雖然在面對冰度不勝之後陷入了信心危機, 但大家都已經是熟人和老對手, 摩迪自然不會鬆懈, 大概無論面對任何狀態的美斯, 都沒有任何人能夠有條件鬆懈。 12年過去他們已經是各自國家的隊長, 摩迪完成了歐聯三連貫帶著榮譽出征, 美斯就在巴塞被反勝的輪迴中徘徊, 卡巴尼魯的戴爾裂比赦的狂抽, 摩迪伏克多年在夢劇場救贖自己皇馬生涯的軟射, 拉傑迪最後時刻在阿根廷的傷口上灑鹽, 今次克羅地亞用一支團隊打敗個人, 將阿根廷打到陪不成軍。 而摩迪亦做出四年前美斯的成就, 靠著驚人的毅力連戰三場一百二十分鐘, 最終靠著意志力走到世界盃決賽, 可惜他亦得到了與美斯同樣的結局, 奪得了當屆世界盃最佳球員但失去了冠軍, 但世界盃的表現亦令他得到了金球獎, 又或者這樣說,他們後來都一起拿過金球獎, 甚至2019年美斯的金球獎都正正由摩迪班給他, 不過近年來美斯就遇上了不少挫折, 多次衝擊歐聯失敗被拜仁摧毀, 和巴塞隆拿的童話故事以悲劇告中, 相反摩迪在皇馬充當魯王中, 越魯越可愛而且技術怒火神清之餘, 他的效率、跑動量亦沒有絲毫降低。 上年巴黎對皇馬的十六強決戰中, 摩迪的表現更可以說是技壓美斯, 多次上演長途品集送出直線, 相反另一邊想心不在焉的美斯, 即使打算加速撇開摩迪, 都沒辦法逃出摩迪的魔掌, 清脆利落地被摩迪爬下, 結果造就去年皇家馬德里的奇蹟。 到底是美斯早已厭戰, 還是摩迪經過千錘百年後終於達到這個境界呢? 誰都不知道,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這種對決每次看到都可能已經是最後一次。 今年他們各自率領自己的國家, 經歷過不少波折, 終於達到決賽的門口, 他們抱持著各自的執念。 到底今次是精靈能夠阻止球王登基, 還是天命所歸, 阿根廷殺入決賽呢? 儘管看看六死碎手吧! 美斯曾經受過西巴牙邀請代表國家隊, 但因為太喜歡阿根廷這個國家, 親自遠距參與黃金一代的機會。 摩迪的爺爺是被塞爾維亞人所殺的, 他非常清楚克羅地亞到底經歷了多少磨難才得到現在這個身份。 為何世界杯好看? 是因為每位球星都是為國家的榮耀而戰。 阿根廷面對荷蘭差點陰溝女反船, 克羅地亞八忍成金奇蹟地打敗足球王國, 在最後一關, 沒有人會希望滑鐵爐。 今晚三點, 讓我們一起見證這場巔峰對決吧! 今天先說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片可以Pay me支持一下, 不然也希望你Like、Share、Comment、訂閱我們的Youtube, 我是Ryan,下次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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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